教育局的暑期重头戏 2017高雄风一下从乐节即将登场 今年活动相当的精彩 除了在中正运动场还有积极馆 打造了近30座的魔法气垫乐园之外 在旗津还有卫武营区 也都有相关的表演和艺文活动 丰富多元 希望能够在暑假期间 让整个高雄市都能够成为孩子们的魔法舞台 同乐节大使花落露一线声 引起满场骚动 尤其他可爱机灵的模样 连教育局长范讯律也忍不住上前抱一抱 每年一到暑假 卫武营同乐节活动 就受到大朋友小朋友的热烈响应 今年卫武营营运小组再次跟教育局合作 共同推出2017高雄风一下活动 在开幕记者会上 特别邀请音乐班学童演奏小提琴及管乐器 但这只是小case 7月1号开幕当天 学生音乐团队联盟上千人的演奏 势必更加壮观精彩 高雄魔法城市封一下的整个活动 7月1号以彩阶来启动 那接下来就会在卫武营的广场 进行一个千人的演出 就是我们的学生音乐团队联盟的演出 今年也安排了每个区 就不同区域里头的叫做魔法舞台 我们希望就是小朋友把城市当做他的舞台 也把他的学校家乡所在的那个区域 也当做他的魔法舞台 那随时就是让城市的市民朋友 看到小朋友的精彩表演 今年风一下活动内容包罗万象 参与学校多达150座 其中弥陀国小师生在卫武营园区的大树底下 打造一处水流离的装置艺术 2000多个雕塑品在光线照射下显得晶莹剔透 另外活动现场设计搞怪聚落 大地色彩迷宫 魔法舞台 保证让学童玩到海方天 在卫武营这个现场 有很多的所谓的魔法创客的体验 还有魔法的工作坊 那么还有这个在这边有环境艺术装置 跟大地的色彩迷宫 这个色彩迷宫大概总长 它跑完大概有300多公尺 所以很多孩子可以在这里面感受色彩的魔力 还有大地装置的一个艺术的一个魔力 高雄魔法城市封一下 赞 就连教育局长范顺绿 手上拿着水母雨伞也不停喊赞 可以想见封一下活动 广受大人小孩的欢迎程度 不仅戏剧 美术到音乐表演一场接着一场 7月18号到20号 一连三天在中正体育场寄集馆 教育局首次跟和爷爷跳跳舞合作 打造近30座魔法气垫乐园 希望让大小朋友真正嗨翻整个暑假 高雄魔法城市封一下 赞 港路新闻聆听杨许舒凯采访报导